新冠病毒变种 RNA疫苗能否应对 美国科学家发现 之前英国变种病毒 已经和另一支加州病毒合体 致病性、抗药性都可能提高 恐怕会对疫情造成冲击 前阵子各国相继出现 英国比一年1月7日 变种病毒株境外移入案例 最近又发现B1.525因应病毒突变 英国专家就建议要新增警示症状 专家表示 英国说的变种病毒的症状 包括发烧、呼吸道症状、根绣味觉异常根腹泻 早就纳入警示 专家强调 橡皮券、头痛等 即使不符合通报定义 还是能经医师诊断 以社区扩大方式免费裁减 只是 现在又有美国科学家发现 英国比一年1月7日病毒株 已经和加州另一病毒株结合 两种病毒 分别有传染性高 可以和抗体对抗的特性 这种混合种病毒 恐怕更难缠 台湾胸腔内科医师周百谦表示 抗体的产生本来就是疫苗的特色 今天如果说疫苗所产生的抗体 它对L452而变异有抗性的话 就自然而然造成这个病毒在融合之后 不但复制速度变快 而且它会对抗体的产生没有抵抗力 就怕现有疫苗 对这些陆续变异 甚至融合的变种病毒无效 黄利明医师提到 不管病毒怎么变 因为RNA疫苗可以很快改变制造 可以很快地针对这个新病毒 去做出新的S蛋白来 所以RNA疫苗是应付病毒突变最快的方法 就直接改变mRNA的序列就好 然后产成制成造就 目前全球已有两支RNA疫苗发展成熟 情况相对乐观 面对变异病毒来势汹汹 也成了对抗疫情的强力武器 健康生活编辑部